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有之路 全面重演制的是党永保生机活力 走好新的港口之路的必有之路 而且因定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现中得处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 必须倍加珍惜 始终坚持 咬定轻松 不放松 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事物主义 威威俱伦 乘风破浪 行稳自远 如何理解这段话的内涵呢 我尝试从三个方面来谈一谈个人的观点和看法 第一点 要认清什么是必有之路 孟子告子上写道 人 人心也 义 人路也 意思是 向往不护害 不相害 不违害 不被害 是人内心的强烈呼唤 基于这个人心所向 做应该做的 做最值得做的 做最适合做的 就是人必须要走的康庄大道 对此 宋代大如诸息解释道 义者行事之宜 未认路 则可以见其为除路往来必有之路 而不可须于舍矣 一个负责任的人 或者负责任的组织 或者负责任的政党 作为一者 做事 都必须经过审慎考虑 就是要选择认准最适合 最合适 最好的道路 这样就可以看到 他的所作所为 都是一个必须经过的 必定经过的道路 这是一刻也不可以背离的原则 什么是必有之路呢 必有之路就是达成目的的 必须要经过的 必定要经过的路 是不经过不行的路 第二点 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哪五条必有之路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说 全党必须牢记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事物主义的必有之路 中国特色事物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有之路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有之路 贯彻新发展理念 是新时代五国发展壮大的必有之路 全面重演之党 是党永保升级活力 走好新的港口之路的必有之路 这五个必有之路既是相互独立的 又是有深层次联系和关系的 首先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事物主义的必有之路 要达成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事物主义的目的 必须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以确保社会主义各项政策的长期稳定性和累积性 有利于社会的快速进步和尽快摆脱落后的局面 中国特色事物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有之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的 必须要坚持走中国特色事物主义的必有之路 中国特色事物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 特征是符合中国国情 结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 这个社会主义让人民享有更大的平等和自由 让人民增加精神富有和物质富足 有更好的归属感 光庸感和豁夺感 第三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必有之路 中国特色事物主义 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是前五来者和我古人的壮丽诗篇 任务是繁重的 责任是重大的 使命是光用的 必须要依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团结奋斗 要带领组织团结人民 不团结 不奋斗 一切宏伟的规划都会落空 再好的事情也变成空中的牢阁 第四 贯彻新发的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发展壮大的必有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壮大 它的过程也是发展壮大的过程 伟大的民族复兴也需要发展壮大 发展是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 高总量发展是首要因物 要发展必须要贯彻新的发展理念 必须要深刻理解和执行新的发展理念 第五 全面充严治党是党永保升级活力 走好新的港口之路的必有之路 中国的事关键在党 党的事关键在于不断地充严治理和自我革命 党好了就一切都好了 党坏了就一切都坏了 第三点 五条必有之路为何称为执政规律 党的二十大报告印定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筹的 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 必须倍加珍惜 始终坚持 咬定轻松 不放松 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微微距伦 乘风破浪 行稳之远 五个必有之路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介绍规律 其实这里主要包含了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 人民为什么需要中国共产党来执政 人民渴望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人民的这种向往和追求 需要有组织 有政党来带领他们实现 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执政的一个重大的理由 党必须要始终关切人民的期待 要把人民放在至高的位置上 把国家发展好 把社会治理好 让人民安居乐业 过上幸福的生活 第二个观点 中国共产党为谁来执政 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为人民执政 要倾听人民的意见 要接受人民的监督 要服从人民的选择 没有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就谈不上执政 党的所有努力 都是为了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第三个观点 中国共产党依靠谁来执政 当然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相信和支持 同心同德 同仇敌干 一心一意团结奋斗 执政党的执政目标才能够达到 人民不参与 人民不支持 人民不信任 再好的事情也难以实现 所以我们必须要抓住根本要害 本力道生 大道之简 要坚持以党的建设为核心 优先把党建设好 提升党的建设的现代化水平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 保证促进国家进步 社会和谐稳定 和发展的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